啊这个味道好鲜了 哇 大家看这个 对不起 难道这五分的料理要从这里来吗 这太好吃了 现在实在是太饿了 是凌晨三点 打算吃点东西 刚好有六个月前 Yuki他给我的台湾的面 嗨帅哥你这个吃过吗 好吃啊 很有名吗 那我真的相信你们我回去吃一下 Yuki给我的 他是名人 然后他呢快过期了 他藏在这里 是这个拌面 在纠结要吃一个还是两个 一个吧 他有六条料包 还没有过期啊 9月25号还没有过期 OK那今天晚上就把它干掉 给你们看我的 这边我是装食物的 第二层是放我的烘焙的材料 这个好像是我前女友以前给我买的 都过期了 丢掉 然后这个是巧克力 反正就一些材料了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一些茶 然后咖啡 还有一些酱类 上面的话就是方便面 还有一些收纳的一些东西 我也很好奇这个台湾的方便面 真的非常的好吃 我会如实的评价 如果它不好吃 只是我个人的口味不太喜欢它 大家也不要去抱怨 Yuki跟我说这个超好吃 说是台湾最好吃的半面之一 我发现就是从台湾回来之后 是不是我会不知不觉的说是 是不是这样被台话了 我的朋友也跟我说你讲中文 现在有点像台湾人了 这个制作方法挺简单的 就是把它煮开 调料放进去 放一点汤拌着吃就好了 就是这边要打开 电源 可以了 烧开 把水加进去 OK 这个应该要沸腾之后加进去吧 加热至水滚 台湾叫水滚 好那就等你水滚一下 耐心的等待一分钟 这个面看着像非油炸的面 这个的话是胡麻酱 是芝麻酱的意思吗 还有一个酱油 香辣酱 嗯这个组合看着还不错 求求你快点肺疼吧 我肚子好饿啊 之前的影片可能给我塑造一个比较正经的形象 其实我的性格是比较搞笑的 就是比较淘气 就我小时候呢 特别特别调皮 大人们都会教训我 说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这样 我就偏那样 就现在我的身体里面还存在着这个调皮的基因 大家猜一下我的年龄多大 猜对的 没有奖励 哦 肺疼了肺疼了 哦 可以放进去了 把面放进去 哦 这个面应该要搅拌一下 拍一下封面 它好吃吗 真的好吃吗 哇 看着很不错哦 放入调料 麻酱 酱油 麻辣 哇 这个分量也挺足的嘛 再加一点汤 再煎一个荷包蛋 哇 这个好香啊 哇 疯狂的搅拌 我的调皮基因又被激火了 我打算把这个影片大半夜的放上去 然后你们晚上睡觉的之前看我影片 这样我觉得会很好玩 哇 太棒了 关转 没有办法再等啊 哇 这麦香也太好了 哇 超级期待 啊 这个味道 好香哦 哇 大家看这个 对不起 嘿嘿嘿 难道这五分的料理要从这里来吗 嗯 哇 这也太好吃了 哈哈 好幸福 我得再吃一个 这配的鸡蛋 完美 嗯 嗯 哇 这比韩国的方便面还好吃 我本来喜欢一个韩国的叫 但是这个比那个还要好 它的这个面啊 就像是手擀面 这个太好吃了吧 请问这个可以业配吗 这个牌子太好吃了 就算你不给我业配 我觉得我也会花钱去买它 哇 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Yuki 你的推荐没有让我失望 你吃完了 等一下我得再吃一个 哇 真的太好吃了 哇 这个蒸 它是蒸老师吗 哇 这个面怎么会这么好吃 这是我吃的第一款台湾的拌面啊 胡麻酱香 这味道真的绝了 如果有从台湾来韩国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帮我带一点这个过来 我会非常的快乐 我本来想留一个爸爸妈妈下次来我家给爸爸吃来着 我想到太好吃了 我打算把它全部吃掉 爸爸的话等那个二姐中秋节的时候叫他带过来吧 我觉得这个能卖到韩国的话卖的特别好啊 应该韩国人也会特别喜欢 这个真的是我目前吃到的最好吃的方便面之一 真的太好吃 而且它非油炸的也好健康啊 难怪台湾人喜欢吃夜宵 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这么好吃 我真的想天天吃 但我已经吃完了 它这个味道等吃完第二个再做评价 这个面啊 我觉得真的要让我的身边的朋友都尝一下 下次买一箱回来之后 给身边的朋友尝尝看 我能不能买到那个 还收不到耶 都是满汉大餐 那个我还没吃过 这个买不到 哇这个食欲满满了 哇这个东西煎的 不管吃相了 快吃完了有点不舍 我想再吃一个 满分五分 我给它打4.95分 还是需要留一点空间 但真的这个味道太好吃了 吃了两个都不会油腻 我觉得超饿的情况下 应该能吃三包 好羡慕你们 希望它在韩国也有卖 这样我就每个月都去买一点 过来 这个酱也太好吃了 完美